新北市最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许静元 年仅26岁 目前服务于共疗区奥迪派出所 以您家男孩的形象 以专业的能力 才刚到任奥迪派出所满一个月 就身货民众及同事的好评 新北市最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许静元 年仅26岁 目前服务于共疗区奥迪派出所 身高183公分 底重78公斤 标准身材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他以前可是一个破百公斤的大男孩呢 因为那时候高三就 因为想要当警察 所以就很努力减肥 就是那个下课回家都 一直在跑步一直在跑步 然后经过这番破折以后 就是好险总算是有那个当到警察 最胖的时候 大概是110几公斤吧 现在大概75公斤 身为最年轻的所长 所内同事都是比自己年纪大的前辈 不过在前辈眼中 许静元可是个虚心受教又肯学的年轻人 和同事相处也相当的融洽 平常就有运动习惯的许静元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潜水 只要有休假就会约三五好友一起到海边潜水 以前服务于永和分局 现在到偏乡地区 他倒是觉得很新鲜 人情味也很浓厚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海洋音乐季的时候 就突然供僚地区冒出了这么多年轻人 让我就觉得说 哇塞这边就是 真的是一个风景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其实这边的居民也都很善良 所以应该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才吸引那么多就是外地的游客来这边逛逛吧 如此年轻有为的所长到任后也有不少婆婆妈妈要帮他介绍对象 目前还单身的他没有特别的择偶条件 重点是要谈得来 但目前还是把重心专心于工作上好好服务民众 解成为共聊采访报道